這個臺山縣的計畫 其實它是一個多重目的的計畫 一方面我們要讓客家文化可以復興 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希望客家的子弟可以回來經營客家莊 客家莊裡面有非常豐富的內涵 這都是我們值得去經營的事情 臺山縣分三種大道 一個叫產業大道 一個叫人文大道 一個叫歷史大道 這三個大道 我們都賦予它人文傳承跟產業發展的任務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持續在修復很多重要的 具有代表性而且有故事性的地方 比如說我們在修復中教鎮的文學生活館 我們也在規劃建置鄧宇賢 像榮英中 李喬和詹冰 四位客家文學音樂大師的紀念館 這裡代表的當然是詹老師 他在客家文學的地位等之餘 這裡也代表了饒平的客語文化 所以這裡極具故事性 我要謝謝大家的投入 我相信它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它不僅是在經濟上的意義 它在人文跟客家的傳承意義 是非常非常深遠的 我再講一次 它的目的很簡單 就是我們客家文化的文藝復興 跟我們客家的產業再造 這個是我們兩個最大的任務所在 所以謝謝 謝謝大家 跟我們說 我現在再講一次 因為我深居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